熊熊大火在厂房内不断燃烧 火蛇甚至冲出屋顶 火势猛烈一度向外延烧 且不断有碎片从火墙里面喷出 从空拍画面可以看到燃烧范围非常大 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几乎把整个厂房盖了过去 消防员到墙立刻拉起水线喷水灌旧 位于新竹湖口的自家科技公司 15号深夜发生火警 起火点出盼在厂房二楼后方的作业区 消防队获报出动29车78人到现场救援 科技公司也紧急派人关闭两个清气储存槽 避免火势进一步扩大 整间科技厂全面燃烧 不断冒出浓浓塑胶味 临近的竹北 新浦 新峰等区域 空气中也都飘散着异味 新竹县环保局也出动毒灾应变队前往救援 到达现场的时候火势已经很猛烈 因为现场存放有一些化学毒性物质 那我们在救灾上非常谨慎的考量 那终于在凌晨3点11分左右控制火势 在清晨6点22分的时候熄灭火势 经过一夜救灾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而实际起火的原因和起火点 仍带相关人员调查 记者鸿蒙前张智人新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